大家好,这里是穷车给予,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最近,美国有一则奇怪的新闻 拉斯维加斯一间高档餐厅的服务生跟客人起冲突 这名客人满脸胡扎,加上没穿鞋子 被目击者形容像是游民 却能在高档餐厅喝酒喝到烂醉 最后被餐厅轰出门 这个奇怪的男人是全球知名巨星尼克拉斯凯基 外界传出他早已破产的消息 在外人眼中,好莱坞明星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 不过这些明星其实也有分等级 其中,尼克拉斯凯基绝对未列金字塔顶端 虽然后来被戏称烂片王 但他巅峰时期拍一部片可以赚进2000万美元 身价高达1.5亿美元 却传出几年前就已经申请破产保护 不禁让人好奇,一代巨星何以沦落至此 这么多钱到底如何在短时间消失 先来看看尼克拉斯凯基辉煌的过去 他本名叫做尼克拉斯金科波拉 有人会觉得科波拉这个姓氏很熟悉 确实,凯基出身演艺史家 俗父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兰西斯·科波拉 经典电影《教父》的导演 但凯基不想要沾光,所以才改了名字 巅峰时期的他有多强呢 1995年,靠着远离赌城拿下奥斯卡影帝 当时的他只有31岁 接着出演《绝地任务》、《空中监狱》 以及跟吴宇森合作的辩年 全部都是叫好又叫做 当时的影迷发现 凯基的演出跟其他明星很不一样 硬汉的时候够强悍 文艺的时候有深度 每个角色都能入目三分 一下子,凯基就成了《全球巨星》 接下来的《国家宝藏》等大片 片酬都是2000万美元等级 要描述他当年的辉煌 简单来说就是薪水、演技、奖项 堪称同年龄演员的顶尖 这样一个前途光明的演员 却在2009年之后变样 每年拍片量大增 品质也开始参差不起 甚至因为票房太差 导致外界笑他烂片王 除了幸运走下坡 那年凯基的个人生活也爆出大问题 美国国税局说他欠税630万美元 扣押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等地的房产 另外还有几间金融机构跳出来 控诉他线下大量贷款 这次外界就已经觉得奇怪 以他的身价 怎么会因为还不出钱潜在 搞到房产要被法拍或亏钱减卖 凯基则对他的财务经理人提告 说都是因为他的疏忽和诈欺行为 才害自己在房地产投资上出现巨大亏损 结果这么一告 却让他荒谬的财务状况摊开在世人面前 财务经理人说他曾经警告过凯基 花得比赚的还多 还劝他少花一点 但凯基的花钱方式超乎正常人的逻辑 浮夸到我们必须列点来介绍 凯基养宠物的品味很奇特 除了很多名人爱养鲨鱼和鳄鱼 他还花27万美元买两条眼镜蛇 他说自己需要他们当守卫 花15万美元买章鱼 原因是那只章鱼很平静 有助于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演员 凯基在地影中开过无数豪车 但他不只要开更要拥有 总计他有50多辆稀有车款 30台名贵机车 4艘游艇 一架弯流喷射击 最贵的游艇价值2000万美元 上面有12个主卧室 汽车里面最贵的是法拉利传奇款式 Enzo 这辆车以创办人的名字命名 全世界只有349辆 价值100万美元 另外还有9辆劳斯莱斯 2017年 凯基跟另一位巨星 尼奥纳多迪卡皮欧 同时看上了一个宝物 6700万年前的特包龙头骨 两人展开竞标大战 后来由凯基获胜 花了超过30万美元买下这颗头骨 但后来被查出是账物 凯基最终把头骨还给蒙古 凯基曾经对找寻生物相当着迷 迷到跑去德国 买下一座巴伐利亚城堡 在英国也买了一座古堡 加上改装费用 这两座城堡花了他1500万美元 在买古堡的过程中 凯基一面寻找基督教传说中的圣物 圣碑 当然他并没有找到 在一次访问中 他曾经意味深长的说 圣碑就是地球本身 凯基一对宗教的狂热 不只限于天堂 还包括鬼怪 他在2007年 突然很想要写恐怖小说 为了能够胜利其境 直接花340万美元 买下全世界最有名的兄仔 拉劳瑞宅地 这间房子的原屋组 是19世纪的贵族 在一次火灾中 消防人员冲进去救火室 发现屋内有个神秘阁楼 阁楼一打开 里面竟然是残略奴隶的行刑室 至此留下凶宅之名 而凯基只拥有这间鬼屋 短短两年 就因为债务被罚牌 从上面可以看出 凯基在花钱上 可以说是毫无规划 要把1.5亿元花光 绝对是有可能的 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真正把它逼到绝境的是欠债 欠债的原因 跟房地产脱不了关系 简单来说 它是房市的超大韭菜 凯基曾经拥有15栋豪宅 包括价值2400万美元的 加州滨海豪宅 1500万美元的 罗德岛乡村豪宅 840万美元的 拉斯维加斯豪宅 另外 他还在大西洋的巴哈马 买下两个私人岛屿 纵然是好莱坞巨星 也不可能用现金 买下这些房产 他因此背负庞大的房贷 不幸的是 有许多房产都是高点进场 2008年美国房市崩盘 把凯基的债务 避向崩溃 例如 他有一间豪宅贷款1800万美元 本来凯基预期能够卖出 3000万美元以上 但房价大跌后 拍卖其标价是 1040万美元 最终只卖出了 1050万美元 比房贷的金额还低上许多 除了房地产失败 凯基还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 花了大把钞票 就是婚姻 他截至目前共结了5次婚 每次结婚都举办豪舍婚礼 买名贵专戒 离婚之后还要付赡养费 最终 外界纷纷传出凯基的财务崩了 有消息说他宣告破产 也有消息说他只剩下部分身家 但可以确定的是 他本来庞大的资产已经烟消云散 总结来说 凯基之所以财务崩溃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花钱如流水 现金流很早就呈现不健康的状态 而压垮他最后一根稻草的 这是投资房地产势力 导致最后现金压不上债务 不少房产还变成负资产 虽然说凯基的状况怪不得别人 但对于曾经带给我们不少好篇的剧情 还是来理解一下他的内心世界 为何会用这种方式过活 凯基的密友曾经接受媒体访问 透露凯基其实是很标准的 有缺陷的天才 个性无比极端 要不就拥有一切 不然就是失去一切 有自我毁灭的倾向 有时候是醉生梦死的狂人 有时却又是朴实负责的好人 而且他并不是那么适应巨星生活 在演员生涯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 个人生活却陷入低潮 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喜欢远离其他名人 躲在不为人知的地方 和自己的朋友享乐 而花钱或许是他焦虑人生的一个出口 这样的个性 也促成他动荡的爱情生活 他的密友说 凯基很快就会和一个女生陷入恋情 就像火山爆发一样 但也很快就会冷淡下来 不幸的是 对他这种富豪来说 多次的结婚和离婚 金钱成本可不低 凯基的故事带给我们相当大的启示 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花不完的钱 就算是几辈子吃穿不愁的财富 只要让自己入不敷出 加上错误投资 就能让富豪从云端坠落 更可怕的是因为过惯豪舍生活 恐怕会比一般人更无法接受自己的落魄 难怪会出现一开始提到的事态刑警 不过我们也不需要替凯基太过担心 以他敞当好莱坞多年累积的能力和人脉 现年57岁的他绝对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几年他也持续在努力拍片 喊出绝对不会放弃演员舞台的好言 就让我们期待他下一部作品吧 好了 这集的穷车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